对吧 就是他一搓过来 我们这样一搓 下网了 如何轻松掌握搓球时机 我这样拍子呢 稍微再平一点 对吧 再平一点呢 我一搓 还是下网 我们不光是这个拍形 出球位置 决定了这个球的弧线 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是 你打球的击球点 它这个球落台之后 它会有一个上升前期 上升前期 这会儿这个球呢 跳的弧线很低 到第二个时间点 上升后起 然后跳到高点 然后是下降前期 下降后期 它一共会有五个时间段 这个球跳的比较高 我们在搓的时候 你的动作就要向下压 如果这个球高点 我直接不压着 往前去搓的话 这球容易出界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要往下搓一个 这个球就会上台 这个球旋转依旧是很强 但是它的弧线 你会搓得更稳定一点 课后总结 球在高点准备击球时 动作要向下压 向下搓球 下课 我可以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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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